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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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伸手抓一把陽光 乘著風翱翔點亮 四面和八方 色彩像煙火 繽紛又奔放 我要活的不一樣 心中沸騰的希望 帶著我勇闖 所有艱苦的城牆 身上雷刻上 明具無窮能量 看我發熱又發光 到明天記得我明知 用我選擇的方式 夢想重新開始 每一步都有不變的堅持 只有我能寫下 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見我樣子 青春驕傲的標誌 夢境重新開始 燦爛星天地 你的環境 未來的路燈火展翅 高飛 安智 為了你 愛你所見 我別走在 高飛 等成功 變成友 うん 二 阿 我 問是 阿 我 好 有 好酸啊 誰啊 外面 又婷是你啊 你怎麼會先要做運動呢 什麼 睡不著啊 我沒有啦 就突然想到今天拍廣告是 是喔 對啊 我問你 我們今天是不是真的表現那麼爛 這不是你的問題啦 是嗎 對啊 這個東西真的太難 那不是我們的問題是什麼問題 還是文案 廣告詞寫得不好笑不好 還有一個我問你 你們今天用這兩項的運動用品 你的感想是什麼 我的感想 你要我從使用者的方向來講是不是 對 我說真的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 這個真的不行啦 你這個真的太難了 這個我們不是那種專業的健身 做不出來啦 這一下就爆衝回不來啦 然後彈力球可能還可以 但是要練 你直接這樣提加上陣 沒辦法了啦 要花時間了啦 就是說這運動用品要找年輕人來拍 因為我們產品呢 都比較沒有年齡分層的問題 是啊 但是也不一定 但是要有時間練習 有練了 我說我也可以上手 要練 對啊 陌生的這種東西 我跟你講有人服都還不一定可以做得起來 你小心 對啊 這個太難做了 啊 怎樣 我想到 我想到 怎樣 我想到 就是那種 運動的有效性 嗯 我們抗靈球可以先從雙人運動的觀點切入 強調那個運動的安全性 嗯 還可以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 兩個人 對 兩 喔 兩個一個幫忙 對不對 兩個人 可以啊 阿拉哥謝啊 你謝我什麼 我又沒有幫你什麼 對啊 OK啦 不好意思啊 打完你 那我先回去睡吧 好啦不會啦 沒事了 沒事了 我問你一下 你現在早餐到底有沒有吃啊 有時候我早上起來之後 你都已經出門了耶 有啊 我出門都要買啦 我是跟你講 早餐一定要吃 早餐很重要 你也努力拼事業 但是先把身體顧好 要有健康的體驗才可以拼事業 知不知道 好啦 知道 知不知道 阿拉哥人突然變好 我不太習慣了 什麼叫我人突然變好 我人本來就很好 是你們都覺得我很壞的 但是 今天那個要罰五十塊 為什麼 你擾人心夢 本來我要睡覺 你在這邊做運動我害我就起來 我雖然人變好 但是該有的規則 規矩還是要有 丟五十塊 好啦 好啦 晚安啦 晚安啦 好啦 明天再想啦 好 謝啦 晚安 晚安 我嚇到 Yes 那電影我就跟趙老師去看啦 你自己醒來自己去看吧 我醒來都不知道嚇騙了 你不要亂講話 你趕快醒來啦 醒來的話我陪你去二刷 對啊 對啦 三刷四刷都可以 那你就看電影我請你吃飯 那電影真的滿好看的 完蛋了 這樣說我的病情真的是很嚴重 原來是成本來的 對啦 進鎮 我幫你這六分 我去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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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一邊 我去哪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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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店裡面就方便交給我們 沒問題的 哪有員工老闆請假的 真的 結婚是大事 你們SWIMB簽單開一開 這樣大家也比較好幫忙 也不用那麼簡單 我們現在也要花一點時間開房子 奇怪 趕快開一開 幹嘛 那不用幫忙 我是覺得邱又婷的工作能力真的很優秀 他才來我們公司一個禮拜 就拉了三強大型的活動 我本來是想說 可以直接給他活動業務的工作 也跟老闆提過了 薪水的方面絕對不會虧待他 本來 因為他已經跟我聊過了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這個月做完就會離開了 邱又婷才來我們公司不到一個月 他卻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相信邱又婷這麼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總編 那妳希望我們做什麼嗎 我現在會提出來 是因為我覺得他的努力真的很好 也是我們公司現在很需要的人才 我是想 就算他有自己的想法 也可以藉由待在合作的時間 好好建立屬於他自己的人脈 何必記著走 所以我希望你們兩個 可以好好地去幫我們勸勸他 所以我希望你們兩個 這個我們一定會的 不好意思一下阿姐 我們找的人結果弄成這個樣子 我們一定要好好念念他的 先喝水 謝謝 謝謝 上面滿會下課 這樣還可以吧 還可以啊 就好像上課嘛 喬又婷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來找你啊 你找我 對 是這樣 我昨天突然想通過一件事情 你知道馬大哥跟雅致要拍那個 運動廣告是嗎 我知道啊 昨天馬大哥玩那個瑜伽球還摔倒 等一下 瑜伽球也會摔倒 你是不是教人家錯誤的姿勢 陷害人家 拜託 我對馬大哥很好耶 而且我會笑是因為我覺得馬大哥很可愛好不好 他是某人啊 因為他摔死 不好意思 摔不到 最好是就讓你摔死 摔不到就摔不到 摔不到好不好 你才抽筋好不好 這很奇怪 抽筋才有可能摔到好不好 拜託 哈囉哈囉兩位小郎口 如果要打金罵俏的話 待會再打金罵俏 是這樣的 我要找你們兩個人幫忙 想找你們兩個人拍廣告 就是 介紹運動健身器材的廣告 好啊 可以啊 可是他事前如命喔 我呢一定是免費 他呢一定會跟你收錢 關於這個部分呢 我們小本經營比較結局 所以可能 沒事沒事 我免費 不收錢 唉唷 小氣鬼 什麼時候那麼大方的 我是看你們一七年都會互相幫忙 我也可以啊 要是你的貨就算了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也是十七年的耶 好了兩位 奇怪 如果產品賣得很好的話 我一定會包個紅包給你們 OK 不用啦 請我吃飯就好 他說慶祝囉 喔 不要請他吃飯 他是大石怪 他還蠻奇怪 到底誰才是大石怪啊 誰那天吃 那我都日本釣魚 沒有 哈囉哈囉 不好意思 我電話來了 不好意思 你吃啊 唉亮兄 你不是要去吃飯嗎 好啊 我現在在健身房 我待會兒就離開了 好 你掰 梁兄啊 梁兄 梁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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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嗯啊 去找你的梁兄啊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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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青 啊 怎麼這麼急 怎麼不約在咖啡廳 幹嘛約在健身房附近 你們兩個到底瞞我什麼事情 趕快告訴我 我都已經跟國良講了 你自己跟他講 邱若婷 淑慶 我真的都已經跟國良講了 他說他也會支持我 林國良 兄弟不是這樣子挺的 他說什麼你都好嗎 邱若婷 你說你有新的想法 那我怎麼知道過幾個小時之後 你會不會有更新的想法 又婷 我是支持你的 但也會擔心你 用三分鐘熱度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這工作 做個半年 或一年累積一些經驗 搞不好到時候 又會有更新的想法 我知道我以前給你們的印象 就好高騙遠 三分鐘熱度 好像這樣講得太對 就以前只想要做什麼 就做什麼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 做了也不痛 也不癢 可是這是不一樣 這是因為每個要的關係 讓我自己了解到 我真正喜歡的是什麼 我明白那種 什麼是想要 但其實也沒這麼想要 蘇靖 就讓又婷做她喜歡做的事情吧 我們支持就好了 蘇靖 我拜託你 我需要你的支持 我是我前進的動力 不要 好啦 你是這樣啦 每次你兄弟說什麼就心軟 那我要怎麼跟人家交代 我說良兄跟一台妹 如果說你們要想說服我的話 那可以考慮中午前我吃個飯 因為我待會兒 我現在就要馬上要跟客戶 於是我要先示範 快去啊 謝謝你 加油 好 喂 蘇靖 你先坐著休息啦 不要生氣了 來 不要生氣了 那這樣好不好 回去我幫你按摩 不要 針灸 但是我不是很會 好啦 生氣了 不要生氣了 難得她找到喜歡做的事情 就支持她嗎 歡迎光臨 嗨 希望這邊可以成為你們未來愛的小人 嗯 這裡空間雖然不是太大 但是兩房一停 你們兩個人住應該也夠了 如果空間再更大的話 這樣子我打掃起來會很累 我居然想這邊 好 那我們這邊月租的話是一萬五 基本上你們簽約當天 就可以直接入住了 也不用到這麼急 還要佈置 可是我看這邊家具 該有的都有 還要佈置什麼 黃曼莉 妳要佈置你們兩個人的新婚房間 像是有些人會比較注重風水 家具的擺放 那如果你們這個部分 不是那麼在乎的話 至少像窗簾 或者是那個婚紗罩 大相框的有沒有 這些目的是要為了 讓你們夫妻兩個 可以更加的不樂 Dora 你好有學問喔 進房城市了 那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要請教過禍大師 好 那我先帶你們進去看你們的新房 好 看你們喜不喜歡 好 拜拜 拜拜 黃曼莉 妳一定要搬出去嗎 我搬去跟王上飛起住 那這間房間就給妳個何寬亮睡嗎 這邊是二樓 何寬亮不可以上來 不管啦 班長 妳跟馬大哥講說 他們兩個已經結婚了 這間房間又給他們睡了 好 雅致 曼莉結婚 總是要建立自己的家庭 何況曼莉住得也不遠 我們隨時都可以去找她 如果妳想我的話 妳可以來找我 好吧 曼莉 搬出去住之後 要好好照顧自己 尤其是妳那硬莖的個性 我最擔心 對 尤其是妳 我最擔心了 以後就沒有人幫妳注意了 趙老師 妳也不想想 平常都是誰叫妳起床的 妳這麼愛賴床 沒有我看妳怎麼辦 我那個是順便叫妳起床吃藥 妳才是 沒有我看妳怎麼辦 好大的口氣 好了 人家就是 不想要用妳當水嗎 幫我 不要把水 好大 還是 看我 自己的 好大 沒有 你快點跟他說家庭搬走了 幹嘛 不搬走 當你的鬧鐘 對啊 你 還對 從今以後由我來當你的鬧鐘 部隊起床威力夠強吧 很強 很强 很强 赵老师 那你等一下 你可以帮我一起把行李搬下去 你说这个 这个很轻啊 很快就搬到楼下了啊 我可是我们部落最强 最强女战士 玛丽 莫爱我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啊 我要谢谢你啊 那时候我刚上台北的时候 是你收留我的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我们 扛姐妹 扛同袍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赵老师 那你等一下可以帮我一起把行李搬下去 你说这个 这个很轻啊 很快就搬到楼下了啊 我可是我们部落最强 最强女战士 玛丽 莫爱我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啊 我要谢谢你啊 那是我刚上台北的时候 是你收留我的耶 你看谁来了 天天 我将军 乍之 你愿意收留我吗 你当然可以啊 我这么喜欢黄曼蜜 乍之 起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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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眠会哭泣 像倾盆大雨 淋着雨 我陪你见心 我愿意问你做任何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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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姐妹 扛同袍 对 扛同袍 他愿意问你做任何事吗 我愿意问你做任何事情吗 才愿意问你 想起来 我愿意问我 你得你在这边等什么 你可以上去帮忙啊 你一向身分不同啊 你可以上去啊 我愿意问她乖 她们三个女生应该有话要说 我 我在就不方便了啦 Women's Talk 也好啦 给她们点空间啦 她们姐妹感情这么好 她现在要搬出去她们一定舍不得 不要说她们舍不得啦 我都舍不得 真的 马达哥 谢谢你这一阵子一直帮忙照顾曼丽 嗯 别客气 我应该做的 那是因为她乖巧 听话懂事 我才疼她 同样 你们现在要成家了嘛 那你要搬出去 那我们感情也算不错啊 要保持联络 然后有空有时间就多回来 我们都随时欢迎了 而且你回来你有享受特权 你不用遵循什么生活公平 不需要这些 没有那一套的 没有什么酒店一定要离开 没有 想待多晚就待多晚 没有问题了 当然也不要待太晚 因为曼丽现在的健康 该让她熬夜了 这个要特别注意到 知道了 还有就是说 这个女孩子啊 她就个性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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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就是 现在已经不是男朋友了 是老公 是她的丈夫 那对老婆啊 就体贴一点 包容一点 不要跟她斗气 说不得了 说不得了 弄好了是不是 弄好了是不是 小丝 我来拿 我都要给你拿 这可是我的好姐妹的好秀 我要卖小姐行李 拿着就给我自己扛 我知道了 马大哥 谢谢你这几个月的照顾 你也没有跟我收房租 还关心我的身体状况 还有饮食状况 我们这个家呢 有一个小朋友生病了 嗯 慢力 OK 那根据她的病情呢 我特别拟定 制作了一个饮食计划 来 全部都是精心设计的食谱 另外 我马大房啊 只赚健康人的房租 生病的小朋友我是不收房租的 从现在开始到你痊愈 都不用缴房租 就是这样 好 谢谢你 那我现在搬出去啦 你应该可以反倒爽一点 其实你从来没有给我带来饭 我很喜欢照顾 对啊 你刚刚讲话口气不对喔 你好像都不回来看我们了 你要放弃我们了是不是 没有啦 我有跟宽亮讲 随了你搬出去之后啊 只要有时间有空就回来 我们随时随地都欢迎你 你要回来且你要先提前告知 让马大哥知道 先预约大概提早个两三天 我好采买 准备好料请你吃 知不知道 马大哥你讲得很约 你要嫁女儿我给你一下 什么 什么 嫁女儿不是嫁女儿 我才几岁 四人说妈你这么大的女儿啊 我是 所以把她当妹妹看你 我知道你那个舅舅在屏东 比较远 你把这边的台北 当成你第二个娘家 有任何委屈 我只想回来 就回来 没有关系 要是宽亮欺负你啊 就不来 我们都一样照顾你 知道 我会把她锁在外面 不让她进来 马大哥 雅致 还有班长 谢谢你们 你们放心 我一定好好走无慢力的 你最好说到说到 你没有把慢力照顾好 我会修理你啊 我真的会修理你 好了不要哭了 好了 你现在在十八相送了 是在十八相送我哭了 好了不要哭了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可以行吗 可以啊 好了 那我换接这个 好 贴这里 再左边一点点 左边一点点 好 然后再上一点也好 好 剩下来一天再多了 好差不多 左右咧 右边的爱心在我上面 右边 所以是这边 右边 不是我现在没有左右部分 右边 这边 再上去一点 右边再上去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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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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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好 好 我们终于有给家了耶 而且我们就要结婚了 嗯 嗯 哎 妈咧 嗯 你打我一下 嗯 为什么打你 嗯 我想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吗 还是在做梦 可是我是海军陆战队 我怕我出手太重了 没关系啊 我也踩军战队的 好 我们来试试看 你 怎么可能真的打你 我也是 嗯 我发誓 我一直在那里这边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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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望着 雨后彩虹 幸福缓缓将我 手牵着手化作 翱翔的回忆 一直不是会累啊 不会啊 没有你再那么累 空 茫茫却都照亮 你让我 拥有微笑的 你啊 就这样 哦 这没什么大会聊 就听到声音而已啊 而且 这没什么了不起啊 因为他从小就在公廟嘛 所以他可能有些特殊体质啊 我觉得不用打击小怪啊 他只要行为举止正常就好了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们会觉得这样很奇怪 可是这个世界上啊 就很多这种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我们就以平常心看来就好 没问题的啦 好啦马拉哥 你的解读是这样的没关系 可是我跟苏尔已经约好了 我会带他出去走走 好 嗯 我觉得让苏尔放松一下也好 毕竟这阵子他一定很难啊 当然 不然我们这阵子就轮流陪陪苏尔 陪他聊聊天吧 这样子很好啊 这样子目前我们能够做到最好的状况 是啊 嗯 那雅芝你明天就先开始 好 抓给我 嗯 好 那没事的话就先散会吧 好吧 白大哥等一下 嗯 还有什么事情 就是曼莉不是搬出去住了吗 对 那我可以搬过去跟雅芝住 好 好 你想要搬出去跟雅芝住 哎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你现在可以省一半房租嘛 对不对 嗯 OK 我觉得也好 就让这个赖床鬼 由你往上飞来当他的闹钟 报告 是 OK 那你要多盯着他 他有时候神经比较大条 省房租没有问题 但是啊 吃啊不要省 吃东西吃不了多少钱啦 健康比较重要啦 好的 白大哥 好不好 太好了 我在想说 我一个人睡了 那你夸张 赵子有那么夸张啊 王上飞 你不要向他学哦 我不会 嗯 好啦 那就现在去搬 现在就搬搬 这么快啊 有没有这么急啊 就在隔壁间而已好不好 很急啊 快点 快点 慢慢走 慢慢走 不要跌倒啊 心里有这么快就好啊 真的 小心不应该是没事了 好 明白 嗯 希望 应该只是过度期吧 心里难过 是啊 做啊 实话只有一个 跟像 对啊 跟像 再看... 好 你为什么今天只看这一部呢 不是说要看书发的电影 塔 古拉那塔塔啊 书发啊 你最近不是在试上 那个女神她的角色 阿尔 你看那个的话 你就可以去学学看里面的 怪到记得啊 对 宋文 我跟你说喔 我上次拍摄中很顺利喔 我就像天面女郎一样 然后打掉 好... 还穿很多漂亮的衣服 这个电影街啊 也算是景顶 这怎么好拍的啊 可以的 可以 一... 二... 那弹子真的好难喔 我都不会 你看 你干嘛 不会啊 不能照到脸啦 也可以 一...二...三 好多喔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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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肚子好饿喔 太好了 我到底去吃好吃的 今天特别日 好啊... 走啊... 欸都文的看起来很好吃耶 对啊 你要不要吃吃看 好啊 喔 很香耶 醬汁不错 有沒有啊 吃吧 好吃 超好吃的 謝謝你今天陪我啊 那你今天谁要陪我啊 你那堵拉班長啊 你怎么知道 我不要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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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超好吃的 谢谢你今天陪我啊 嗯 那你今天谁要陪我啊 我那你今天谁要陪我啊 我那堵拉班長啊 你怎么知道 好 好吃啊 妳好扯喔 扯喔 聽起來好扯喔 妳很扯欸 扯欸 趕快吃啊 妳很多是一點的啊 真的很多欸 很好吃欸這家 真的啊 她在料很多 非常實在 阿朵拉雅說什麼嗎 她說不要讓妳太累啊 然後 又給妳休息時間啊 吃完飯之後呢 妳就趕快回醫院 叔叔晚上跟妳輪班嗎 趕快吃啊 趕快吃啊 趕快吃完 小辣椅真的是 我真的沒有事啦 最好是 今天在龍泉那麼辛苦 我都撐得過來了 現在不會就是照顧一個人而已啦 很簡單 小小的事情 欸 妳的意思是 我以前在龍泉很機車是不是 還好啦 小小一點點機車 就妳問題最多 唉唷 我就不希望你們 因為我的事情煩惱啊 是嗎 我希望十七年所有弟兄姊妹 都可以平安安健健康康 尤其是妳 我很健康啊 我很好 妳看 幹嘛啦 一朵花啊 我的媽 是不是妳的媽 我是不想要多一個女兒耶 那還是是妳的福氣耶 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趕頭坐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五 七 七 六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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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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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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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 麻煩了 沒關係 好 那就先這樣 那也稍等一下 打扮一下 他說一下 謝謝 需要是一杯冰辣 那這樣 班長怎麼會來 朵拉哥好來 然後我們兩個都在忙 我想說請他幫忙一下 原來 這樣 一杯冰拿鐵 一杯冰沒事 OK 班長 這個時間怎麼會來 因為快樂跟曼妮他們在忙 跟事嘛 我知道蘇兒跟上班會來幫忙 可是最近人手不足 所以這陣子每一天的下午 都會過來幫忙 還請兩位多多指教 不要客氣啊 班長 那你知道來咖啡廳打工的話 首先就是要學端水 是 林股東 好 姑娘 剛剛朵拉已經端過水了啊 不錯啊 不錯 對 姑娘 都是你 你剛剛點完餐沒有跟我說 你給什麼 對啦 一杯冰美式 然後 一個熱卡布 再一個起司蛋糕 OK 不好意思 沒事 沒事 林股東 蛤 貴人多忘事啊 不是啦 班長 你也知道我之前來幫忙的時候 就是負責跟別人拍照 所以 喔 就是所謂的活招牌 喔 班長也寫得真好 對啦 活動式的招牌 活動式的招牌 對 真是的 好 這件戒指好漂亮喔 嗯 但這些項鍊耳環 我覺得好像有點太貴重 不太敢戴 妳如果不敢戴 就不要戴沒關係啦 真的嗎 嗯 謝謝 會不會太閃了 婚禮還沒有結喔 對了 當天樹的媽媽會到場 當我們的梅伶婆 我們就聽她指揮就好了 對了 班尼 迎娶的時候是九點 所以你可能四點 就要起來出話囉 好 那寬假可以晚一點 應該七點再到就可以了 四點也太早了吧 其實一般好像差不多 都是這個時間 我還有聽過更早的 那我陪妳一見好了 我買早餐給妳吃 好暖 還有啊 在拜別指揮官的時候 在投殺蓋下去之前 都還可以跟他們講講話 記得有抱他們喔 那淑敬妳 妳要幫我多準備 衛生紙泡物餐 不行啦 撲了拍照就不漂亮 不要擔心啦 我會很高興 幫妳拍得美一點 會不會聊天 媽妳怎麼拍都滿好看 好不好 好囉 好囉 好 好啦 我再想要不要去婚禮的 現場看一下看準備如何 嗯 可以啊 大家一起出發坐我的車就好 好不好 好 謝謝妳 去看看 走 走吧 好華麗喔 好華麗喔 好快喔 秋天我們以後節目也要這樣子 看得不錯喔 人家是很低調喔 以後妳是不是要成為Superstar的人 到時候又請一大堆的人 都不夠了 更好看要簽個交響院來伴奏 嗯 腳掌都需要 腳掌 不是還那麼高調要幹嘛啦 我就是應該好不好 嗯 那我就期待你們的世紀婚禮喔 嗯 好 可是我到現在都沒有戒指欸 有問題嗎 好啦 是我的問題 我現在還沒有變成Superstar 可求婷我跟你說 明天你要幫我接捧花 你到底是有沒有姿勢有沒有概念 搶捧花這些不是男生在做的 這是女生在做的事 男生也可以 而且手這麼長 一抓抓到了 你們要幫我講到 對啊 對 我那個 對 我會給那個佳姐的案件說 她也是跟我講說 因為那個 副刀子還要是一個小孩的關係 我要離婚 所以她沒有辦法參加那個 伴郎跟伴娘 但她喜悅呢 她還是會來參加的 嗯 佳姐剛好跟我說了 沒關係啦 由你們來我們就一定很開心 嗯 而且我還有一群最漂亮的伴娘團 嗯 那沒有婚紗罩 就放在管理台旁邊好了 嗯 那在旁邊就是簽名座 嗯 那馬 馬拉克在那邊收禮金就好了 對了 我跟曼莉決定說 婚禮就不收禮金了 為什麼 嗯 沒有啊 就想說這場婚禮就簡單辦 然後大家一起來開箱禮金 對 我跟曼莉決定說 這場婚禮就不收禮金了 嗯 沒有啊 就想說這場婚禮就簡單辦 然後大家一起來開箱禮金了 聽聽就好了 其實這一點我們早就想到了啦 嗯 以你們兩個個性喔 一定不收禮金 希望大家開心就好 那明天就記得把禮金簿給收起來 嗯 那這樣不會很虧喔 對啊 把大哥會沒事做啊 他自己會找事情做的啦 對 他會找事情做 那要不要就是弄一點就是小茶點 或者點心之類的 喔 茶點這部分我們會準備啦 想說還是讓來參加的編課 有些點心可以吃 不過這部分預算 我來付的就好 不會太高 因為不用擔心 我比較擔心說 婚禮太累 曼莉可能需要多休息 對 不用擔心啦 我們全部人都會幫你照顧滿力 對 不用擔心我啦 沒事 好 那希望大家明天就可以開心 參加婚禮 也希望可以給你一個 美好男王的婚禮回憶 哇 姐就聽我好熱喔 講到雞皮疙瘩 哇 哇 這麻辣 好熱喔 好熱喔 我跟你說 明天就是何寬賴黃媽咪結婚的時候 我在想 如果是你穿上禮服的話 一定會更帥 來 丞安心 丞安心 你有沒有聽到我講話 你剛剛是不是有聽到我講話 丞安心 是不是聽到我講話了 丞安心 喂 醫生 那個剛剛她的手有動一下 不好意思 加速麻煩姐姐 出去一下 小鑫哥 蘇蘇 茶谷裡有反應了 醫生他們在裡面做檢查了 好 醫生 請問一下我兒子狀況怎麼樣 病人恢復的狀況是不錯 剛剛測試一下 他是有反應的 我們明天早上會安排時間 做斷層草苗 進一步的分析 謝謝醫生 辛苦你了 小心 我們繼續看 小心 小仙姑 妳打扮起來真的很漂亮 到時候 妳跟三姑六結婚的時候 叔叔幫妳準備十套的禮服 很誇張 叔叔 三姑六 妳趕快醒來 看看妳的小仙姑 她今天穿很漂亮 妳沒看到 真的很可惜 小仙姑 妳跟她聊聊天好了 我還要去參加曼莉的婚禮囉 我去一下很快就回來了 醫生昨天說妳那樣子 進步很多耶 那妳今天再加油一下 好 再來 好 再來 三姑六 小仙姑 那佛珠給妳帶喔 妳趕快醒來喔 我會一直陪著妳 我會一直陪著妳 叔叔 那個怎麼這樣子 趕快找醫生 趕快快 小仙姑 小仙姑 三姑六 妳醒來了 爸爸在這裡 快點 我終於在這裡 三姑六終於醒來了 小仙姑 請問好 新郎 過來 好 老公走沒收到 不吹腳步走很多 我們愛一聲喝酒味 來 新郎新娘一口秀 沒錯 這就是我們要給爸哥哥 離開台灣之前的美好回憶 我這個回加拿大 把病治好之後 你們每一個人結合 我都要回來 你就是唯一的信仰 有了妳我什麼都放 你看 師傅要給我的作品 我相信真一夢想而為 王爺有過過 三姑六七歲的事情喔 有人說是 有怕無險 總共有一句 天啊 這怎麼有什麼天啊 視頻 時間它一直走不停留 遠路多少青春埋葬在裡頭 岁月刻画的伤在你眼眸 重复着期待又失落 我们都懂了 人生总是煎熬 悲欢与离合 任谁都逃不了 我们都懂了 爱就是心灵的解药 总会有个人 但永远都依照 我们都懂了 人生总是煎熬 悲欢与离合 任谁都逃不了 我们都懂了 爱就是心灵的解药 总会有个人 永远都逃避一下 人生总是煎熬 贵湖